嘿,歡迎來到我的VLOG 早安啊各位,首先開個燈先 哇 好醜喔 今天我寶寶了 叫我的寶寶過來 怎樣叫我來呢 我們這個APP裡面呢 已經叫來了 你可以說我寶寶在我的房間嗎? Gladys要嘗試餵人奶 有脹了嗎? 好喔 加油 加油 用緊的啦 不能不吃喝不同奶粉喔 雖然人奶這個東西 對寶寶很好 是逼不得來的嗎? 沒有就是沒有 所以沒有的話 就喝FORMULA MILK 總之一旦一有了 人奶夠了 你就會一直有了啦 所以 我們這樣轉 前面幾天喝這FORMULA MILK 欸,寶寶來了 哈囉 OK,謝謝 寶寶來了 寶寶來了 怎樣? 寶寶不一樣樣子 哇,真的喔 好像有點不一樣樣了 哇 你長很快 早安喔 他啦 哎唷 你的汗奶了啊 嗯? 要穿人奶了喔 給你去 你的頭髮很茂盛喔 很長喔 你看他 你一動他的時候 他一定會這樣 哇,你的鼻子很高喔 有媽媽很高 你看,我也是很高 你是有喔 有鼻樑啊 很美喔 有 有沒有要醒來 走走那一台 有 有 有 他現在很美感 動他一點 那是怕蛤蜊 我這一點很像喔 咦,又沒有 我 哈哈哈哈 呵呵呵 呵呵呵 OK,來 Brasse feeding 看到了 哈哈 呵呵呵 就是看自己的孩子或女兒 我們會覺得他是 全世界最漂亮 呵呵呵 呵呵呵 所以其實 爸媽當下 是完全不懂 自己的兒子還是女兒 漂不漂亮 好不好看 可是他是最好看的就對了 嘿嘿嘿 嘿嘿 你確認一下爸爸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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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講 呃 女兒像爸爸是 是 對的 至少在我世界是確認過一次 是 對的 真的有點像 我啦 呵呵呵 整個好人這樣 呵呵呵 呵呵呵 有 扁嘴了 哇,就是一個 小生命 是那麼的脆弱 你知道嗎 就是在這個時候 爸媽就會有一股 人是想要 犯害他 保護他的一種 心情 我保護了 他有守護身 呵呵呵呵 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們人呢 是 有能力保護一個東西 所以 就會有很有成就感 那種感覺 就是其中一個 爸媽的一種 成就感 就是當個小時 或者是幾個section過後 你們這邊觸碰還是裂 然後它裂掉的話呢 也有可能會造成 就是你會有流血 好,現在呢 就這邊會有人來叫 Ladis講餵母乳 原來是很有技巧 不然的話 真的是會 會味道你的奶頭 會痛 然後你就不敢餵 那媽媽們呢 都會有一個 很想要達成一件事情 就是餵母乳 餵母乳 這一刻呢 是有點難的哈 所以啊 現在有專業的人 來叫我們子余呢 剛剛也發現 他的寶寶下面 這個人 有點腫 然後現在就 try to find out 什麼事情這樣啦 嗯? 你的專業兵? 那一雙的,你看 嗯嗯嗯 像水哦,這樣 哈哈哈哈 你閉眼睛就跟爸爸一樣 你閉眼睛就跟爸爸一樣 三咖啡 我在吃東西 HELLO HELLO 你看誰來了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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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有婆姨來看妹妹了耶 妹妹 妹妹 妹妹在哪裡 就叫他送我 嗯 那我哥哥 看下他們第一次看 Tara 什麼反應 嘿嘿 然後博語看到 Tara又什麼反應 哇 這邊有一個這樣Cute的椅子 哈哈哈哈 剛剛跟我哥 開始有 爸爸經聊了 哈哈哈 現在就正式 去看 Tara 然後呢 這個月子中心 就是 不可以把 寶寶帶進來 因為呢 寶寶還想不好 接觸到陌生人 所以我們只能 通過 那個房間這樣子 看啊 把他拿靠近那個門 然後我們這樣 靜靜看 在睡覺 啊 Bolette de Cascade 嘿 妹妹啊 妹妹在那邊 嗯 今天又回家了 那邊 嗯 我們來看妹妹 寶寶 寶寶 說hello 你好 這是 Tara Tara 好… 睡得了 超多生神 哈哈哈哈 咦 現在看有雙眼皮喔 有啦 有啦 有沒有啦 沒有啦 內雙而已 你已經開了我夾到了 我以為是有雙眼皮 這妹妹在哪裡 那個啊 那個啊 那個也是baby 你看 真的小的時候baby都很香 在睡覺啊 Tara 這是誰 這個 Tara Tara 你叫Tara嗎 叫叔叔呢 像叔叔或者是像神針 叔叔啊 Tara 目前就是 又有一個Nikdeme Tara 現在 到一歲了可以 可以摔頭髮了 是啊 可以摔頭髮了 可以摔頭髮了 不摔頭髮了 被摔頭髮了 頭髮了 又摔不摔 所以我摔了 摔頭髮了 然後 跟他同一 所以我們這一層呢 有另外一個baby 對 真的喔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在中間還沒睡覺 好像你 看不太久了 這個 對啊 對啊 好奇的啊 14個 每個baby都好奇 怎麼看得出 很長 兩眼來的 我確實看到他的眼睛是很長啊 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個baby都是這樣 真的 我們不會看啊 抱抱抱嗎 誰 你未必睡了 對 我現在那個蟲蛹 怎麼看啊 小蟲蛹 可以 喔 你會抱baby嗎 抱抱 抱 不要啊 這個是Tara的鄰居 他們都是有來生的護士 在幫他做一些baby按摩 Tara在那邊 屎掉咧 哎呀你哭咧 OK 好哥哥要離開咯 然後因為這裡咯 最多一次只能三個人來 所以明天就另外一堆 我的家人爸爸媽媽姐姐過來看 掰掰 Francis 哼我現在終於知道咧 這種video咧 為什麼會這樣搞view什麼 就是每一個有baby的人都會開來聽 就是一個 這樣簡單的baby在睡覺 然後一個很溫馨的音樂 哼看來我家 應該每天都是聽這種音樂 嗨喵 嗨喵 哇很雙眼屁耶你 哇很雙眼屁耶 因為現在月子中心呢 他們在消毒的 所以呢 可以突然來房間一個小時 然後就要回去了 Anyway 我知道穿一樣的衣服 昨天生baby嗎 今天還是穿著這個衣服嗎 蛤 我知道 因為我們是expect 還以為可以回家 結果沒有 一去到那邊 第一次檢查就氣脂了 氣脂就是可以生的 所以就是這麼的突然 所以等下我會回家 那吃晚餐時間 他的月子餐真的是豐富哦 而且哦 已經說法我們嘗試了他幾餐的月子餐了 都很香很好吃 好吃嗎 很好吃 每一餐我都吃完了 然後咧 寶寶就在旁邊 我們三個人是家人吃個晚餐 哎呦哦 你沒有得吃苦啊 我吃完就餵了 吃完就餵了 OK 所以我這邊呢他也會包我這個晚餐 只有晚餐而已 所以減少了我 一餐的煩惱 一餐的煩惱 真的是蠻爽的笑 我終於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講 享受你在月子中心的最後一個月 之後呢 你就是 摸牙摸牙 看東西都還沒有吃好 就要餵魔肉 怎樣 奶頭會痛嗎 什麼感覺呢 餵魔肉 很生氣的感覺 很生氣的感覺 就是我跟他的時光 吃了美好 我現在只要他在我身邊 我會不自覺的就一直忘了他 就純粹忘了他 猛妹哦 因為我猛 可能就是會整天 很純粹忘了他 有種甜滋滋的幸福感 真的蠻特別的這種感覺 還想講就是我看著他的時候 我是會感覺到 哇這個我會用我的生命 一切來保護他 讓他好好成長的這種感覺 這種愛 就會讓我想起 欸 因為那我以前爸媽 應該也是這樣子來看我 看他的孩子 就是那種愛是無比偉大 這是大到我可以為他擋子彈 所以現在有孩子過後才真正體會到 想到我爸媽以前對我的愛 在想起我壞蛋的時候 這是會讓我爸很心痛 然後我想到我女兒以後叛逆 或者是做一些傷透爸媽的心的時候 我也會有那種 被吃一下隔壹島的一種感覺 哈哈哈 爸媽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OK 我現在終於要回家了 接下來就好好的在這邊剪片給你們看了啦 OK 因為他生產的片呢 我還是不可以給Editor幫我剪 你要自己下手剪 所以 害得死人不為了 我夢有沒有拍到啦 不然是自己剪的 回家囉 今天的Vlog就到這裡先 哇 今天每天給一個Vlog 持續update大家 因為現在我的寶寶 每一天都會不一樣一點 今天他的雙眼皮就出來了 就突然就出來了 然後今天我就覺得他變更美了 OK 鼻樑確定很高了的感覺 因為他很小 馬上出來 就會狂長大在短短的時間 所以每一天都會不一樣 啊 很期待 OK 哇 當爸爸就這樣的感受 希望分享更多當爸爸的感覺 給你們知道 OK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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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